为了要培养民众平时的核灾应变能力 市府消防局每年都会固定在临近核电厂八公里范围内 主理办理核灾避难演练 而今天就是来到了三只原山里 透过演练让居民更有保障 北韩地区因为拥有两座核电厂的地理特殊性 为了要培养平时民众的核灾应变能力 市府消防局每年都会定时在临近核电厂八公里内的礼办公室 主理的办理核灾避难演练 就是希望未来若是真的发生核灾时 地方的民众有着日常生活中培养出的应变能力 平安的度过灾难 那我们今天也就是在每一年 我们会针对主理来做一个宣导 那我们今天针对的地方也就是原山里 那原山里也就是在整个核一场的八公里的范围之内 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做一个万一发生核子事故的时候 那我们要如何来应应 那如何来疏散的一个演练 那今天参加的当地的民众非常的踊跃 我想也是灌输大家有这种核子安全的一个观念 也希望能够避免在发生事故的时候 那我们在人眼那财产能够降为最低的损失 在今天的演练现场聚集了三支区原山里的里民 在警车与消防车的广播宣导之下 为演练揭开了序幕 而立场的广播提醒以及点片发放 还有演练人员的趣味对话 利用逼真有趣的剧情内容 让避难观念升职于民众的心中 市府一直在我们的核能安全 一直为大家做努力 那保障我们也会去做努力 那区长也认真 在很多的公开的公平会有一个场合 也会各位的乡亲里民争取很多的福利 那台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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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市府这边也会尽力的要求 尽力的要求 一定要把安全做到好做到满 那未来他们的核废料 核废料我们市府一定会坚定立场 跟中央台电来做协调 那他不能在我们新北市境内除放 此外市府消防局专员也在演练了现场 指导逃生避难的观念 并且表示和一场即将处议民众最关心的 核废料储存问题 新北市府也绝对会为市民尽力争取 并且表达不能成为最终储存厂的决心 记者廖平函三支采访报道